也就是我做这一切 其实是为法界的众生而修 为众生而修不是为我修 那反过来讲 你若修什么以为自己有功德 那能回向吗 所以现在我们都愿意此功德来回向什么 什么功德呢 你有什么功德 做完早课有什么功德 但没有功德吗 当你无我的做 投入融入全新贯注的做 那功德就在里面 那事功就在里面 所以所有的缘起都有它的作用 你做完任何事情 都有它的功能性 但是千万不要自以为是 这个有什么功德 我念完金刚经 我念完新经 我要回向给谁 你没有一句懂的 你回向给谁 你回向给他什么 你若这样能回向 我放录音带 我放尤其现在念佛基 二六十通通在念 若有功德 那个最有功德 所以不是不是那个样子 所有的你的功德 都是有你的心 一定要懂 那一样的 你的心受用 就有功德 你才可以回向 你心不受用 了无功德 也不用回向 没有什么功德可言 那我这样讲 不是要你不回向 而随时回向 真正的回向呢 是无我 无我是真回向 若还有能锁 不是真回向 要这样认知 才好 你不回向 你不回向